林立果那些思想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思想 也有很多幫著他寫這些東西的一些軍官 年輕軍官 這些年輕軍官也是思想 因為他們也接觸現實 他們不像那些高級幹部不接觸現實 他們都接觸現實 然後他們了解的情況比較多 所以又受到整個幹部自己思潮的影響 他們反應比較快 他們做出的理論也比較深入 就像當年的這個 俄國的十二月黨一樣 那都是一些年輕軍官 年輕貴族 他們反而了解的東西多呢 他們做出的一些理論呢 確實在當時就是最先進的